远看呼呼悠悠悠,进桥飘飘摇摇 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朴 在水中是一冲一冒 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 洗澡 哎,今儿咱那段定场诗啊,是有朋友点 哎,您点呢,我就给您念 哎,您甭客气,这我不费什么事 那今儿咱们书馆该说谁了 咱们今儿该啊,主角出场了 就是这个叛乱的阿姆尔萨纳 这大清国的朝廷啊,到底有多恨这个阿姆尔萨纳啊 咱们不好形容 不过呀,自打他呀,在乾隆二十年 那他反了以后啊 在这之后的友情一代啊 史书上就没提到过他的名字 称呼他的时候啊,只用两个字代替 阿逆,这解释起来也不难 就是那个名字里阿字开头的逆贼 这外猛啊,到现在也视这个阿姆尔萨纳为英雄 哎,寻求民族独立的英雄 那么这阿逆他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他才反了呢 他真的是想建立一个像当年准盖尔韩国一样 独立的草原韩国吗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根本不是 这阿逆啊,就是在第一次清准战争当中 没有得到自己最大的利益 当然了,咱们觉得呀,他是没少得到既得利益了 可是他自己觉得呀,自己应该得到的远远还不够 他对这个乾隆皇帝呀,把这个墨西蒙古分为四部 没意见,但是他就是想做这个四部的总韩 那么至于说他为什么这总韩都想做 他就不想成了一个独立的韩国呢 因为呀,这阿姆尔萨纳呀,他不是个糊涂蛋 他自己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 凭他的身份地位,以及他自己在草原上的威望 要想做一个韩国的大韩呢 哎,那难了去了,几乎啊,就是不可能 那外部又是什么情况呢 这大清国呀,肯定是不答应 那么,这俄罗斯又是什么态度呢 你别看你平时作为草原上的不安定分子 总是给这块草原呀,带来麻烦,带来危机 这俄国人支持你 你一旦呢,要想在俄国人的这个身边 建立一个强大的草原韩国 那他肯定是不干 因为呀,他对这个地区就失去了控制权 所以说呢,这阿姆呀 想在这个草原上建立一个强大韩国呀 首先呀,这南北两个横街坊就不乐意 他聪明着呢,他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他就想做一个呀,一付大清朝廷 然后呢,又能买好俄罗斯的四部总韩 也就是说呀,在这块地方啊 我可没想当皇上,说话算数也就行了 我没想过呀,和这个伯克达韩乾隆皇帝 还有这恶国的沙皇啊,平起平坐 可是他为什么又举起反旗,反了大清呢? 哎,这个没办法 实际上啊,他就是暴露自己的野心太快 这一步一步的把自个儿给逼反了 眼睁着自己的意图啊,全被这乾隆皇帝 囚禁在北京城,这辈子想回草原呢 哎,那是没戏聊 所以当时他的选择就只有一条 那就是必须得反了 可是啊,反了之后怎么办? 他自己心里也没有主意 虽然呢,原来准杆尔韩国 杆尔丹侧陵那枚菊花青的小印在他手里 他暂时啊,还能调动起啊 这原来准杆尔韩国的士兵 当然了,这会儿这些士兵啊 已经归顺大清了 所以说呢,他把这些士兵啊 从这个边境调回到伊犁 这些士兵到了伊犁一看 是他调的兵,也就不一定听他的 他刚一举起反旗 这乾隆皇帝就下了一道旨意 重新封了这个辉特布韩 所以说呢,现在他的辉特布啊 这些布众已经有了新的韩王 也不一定都听他的 所以说呢,咱们在这算算呀 这阿姆尔萨纳呀 自他举起反旗的那天开始 自己手里实际能控制的战斗部队 也就是三五千人 可是您想起吧 那乾隆皇帝那头能就这么完了吗 所以说乾隆二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的一七五六年的二月 清军呢,第二次入京 哎,这回还是兵分两路 这西路大军呢,由这个侧龙和玉保率领 这玉保是谁呀 玉保啊,是乾隆派来的参赞大臣 北路军呢,由这个哈达哈率领 哎,这夹到一起 两楼大军呢,又凑了四五万人马 是直扑一离 这清军第二次入将啊 和第一次有学学的变化 倒是没有牧民夹道欢迎了 老百姓单时胡将以迎王师 可是啊,也并没受到什么像样的阻击 只一个月的功夫啊 到了三月份 这清军呢,便已经杀到伊犁了 这随同这阿逆一同叛乱的王公贵族们呢 有的呀,就投降了 有的呢,小规模战争一爆发 也就被俘了 您想起不,就凭这阿逆手里这四五千人啊 他怎么能和这个朝廷大军抵抗呢 于是啊,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在这个草原上啊,就开始兜圈子 他能想出的办法呀 就是和这个朝廷大军呢 咱们最好别见面 仗着这个新疆地儿大了 所以说呢,他能躲一会儿啊 失一会儿,能藏一时,失一时 连躲带藏的,咱们再想主意 可是这会儿啊,有人不乐意了 谁呀,就是咱们上文书提的那个小河拙 霍鸡站 这会儿的小河拙霍鸡站呢 肠子早就毁清了 他真后悔自己带着这几千兵啊 怎么就蹚了这个浑水 这会儿啊,他早就看清楚了 这阿姆萨纳呀,根本就没有反大清的实力 他带着自己这几千人呢 追随着阿姆萨纳的部队 在这草原上啊,也是慌慌成了丧家之犬 这时日一长啊,这小河拙可就思念起啊 刚刚安定下来的生活了 自己啊,新娶了个又狗狗又丢丢的小媳妇 那书中代言这是谁呀 这就是啊,这爱丽何卓的掌上明珠 土耳多何卓的姐姐 闻名天山南北的大美人 法提摩 这法提摩这人长得到底有多寸呢 咱们套句这书馆的老话说吧 他有一想之美 您就琢磨去吧 这小妞啊,他怎么漂亮 您就怎么琢磨 哎,这法提摩就这么的美 不但如此,这法提摩自小啊,身有一香 这不用擦烟这抹粉啊 这身上啊,就天生有一股香味 哎,说句玩笑话吧 就这洗澡水啊,泼到党院里一香啊 能香三条街 哎,这小河拙霍吉栈呢 和这个法提摩啊 这两个人的这段婚姻呢 实际上也是这个部落联姻 哎,为了和平的产物 哎,这十五岁啊 这两个人呢,就结婚了 怎奈呢,这霍吉栈呢 是这白山派的头人 和他的哥哥大合卓两个人呢 一直啊,就被作为是准干儿韩国的这个政治囚犯 哎,被软禁被关押 和这小两口子呀 哎,结婚七八年是也没得团圆 好不容易叛到第一次清准战争 这大清朝廷的军队啊 把这小合卓就救了出来 哎,他终于得到了自由 他这才算呢,回他的老家 也就是啊,喀什嘎尔和自己的小媳妇啊 才得团圆啊 要说起来,这被窝子还没不热乎呢 他倒是觉得呀,这阿姆萨纳一叛乱啊 对于他是个好机会 那么说这小合卓货基战 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 他不过呢,非得活租 哎,我觉得呀,咱们有必要说一下 不过呢,咱们在这书馆里 我只打算说一回 还是那句话,说多了呀 有碍于民族团结 有很多人说,这回族兄弟们 他比较厉害 哎,您还别不知足 咱们中国的穆斯林呢 是这穆斯林里边最温和的一支 这小合卓货基战 就是一个强烈的宗教主义分子 他反清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把他的宗教要发扬光大 哎,往哪发扬光大呀 往南,南到哪啊 最好啊,南到海边,南到全世界 虽然呢,娶了这么一个又狗狗又丢丢的小媳妇 可是啊,他也没把这个美人发体码呀 放在心上 他总是啊,说走就走 把这个美人啊,一下子就抛在家里不管了 这回出来呀,跟随着阿尼在草原上叛乱 一下子就出来了好几个月 可是这会儿的小合卓货基战呢 他觉着实在是没亮 眼头了没亮 跟着这阿尼这么混下去呀 自己这几千人啊,早晚都打光了杀光了 最后呢,也不可能达到自己弘扬自己宗教的目的 那这么下去,他不是办法啊 该怎么办呢 于是这小合卓一咬牙呀 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 搬不倒葫芦啊,他撒不了油 咱们呀,别反大清了 咱们反阿尼吧 要说这小合卓货基战呢,可是不够讲究 他可没先和这阿尼打个招呼 说我不跟着你干了 要不然就说呀,我跟着大清要评判你 所以说呢,要跟你开战了 他给这个阿姆萨纳呀 来了一个狼吃羊 冷不防 说呀,有这么一天夜里,没有任何征兆的 这小合卓呀,就带着他的几千名回部士兵 杀进了阿姆萨纳的营寨 哎呀,杀的这叫一个昏天黑地幼 这小合卓货基战这个反额一击呀 那简直是完胜 把这个阿姆萨纳给打着呀 就剩下几百名薪髓连夜出逃 哎,他往哪跑啊 咱们先按下目标 咱们接着说这个小合卓货基战 这小合卓这一下子也算是领兵出来 打了一个胜仗 只不过呀,他缴和的刀锚弓箭呢 以及军械之众都不是大清朝的 都是他的联盟军阿姆萨纳的 就是这样啊 他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 可就领着人呢,回到了南疆 到了南疆之后啊 他还真不客气 把所有阿姆萨纳派到南疆的亲信呢 全都抓了起来 捆得跟粽子一样 就交到了清朝大军的营中 他就跟这个清军的将领 测棱跟这个玉宝就说了 说我实际上啊 就是想给这大军打前战 卧底在阿姆萨纳的身边 好伺机行动 您瞧了没有 我这一下子就消灭了他几千生意军 这呀可是我们给这个大清朝廷 献得一分厚礼 要说呀,这测灵啊 他再傻 这点事他也能看得明白 可是啊,现在啊 这追讨阿姆萨纳是要紧的 于是这测灵就想啊 你这事啊,先放放吧 禀报完皇上之后啊 听皇上怎么定夺 现在啊,我是没时间搭理你 那么这阿姆萨纳一下子就失去了自己啊 几乎全部的兵力 眼睁啊,剩下这几百人呢 已经掀不起什么浪来了 那他在这草原上又靠什么活着呢 哎,我不妨透露给您 这阿姆萨纳从此啊 哎,就一个一个的 编瞎话 一zon 啊 哎,不妨透露